我觉得应该是第三节吧 然后自己也是有2加1 我觉得是个转折点吧 然后在整体上我们也打了 就打出我们自己的特点 然后速度和防扰篮板反击是我们对的特点 然后在第三世界展现的很流畅 大爱 因为这个肋骨之前打山东就被撞了 然后一直没有好 然后又被撞了下去 当时确实挺痛的 然后在后面也是坚持下来吧 第一个阶段然后有有起伏吧 然后在场上都发挥好的时候发挥不好的时候 觉得这是我们队应该去及时调整的 在第二阶段 然后把整个下面的比赛打好 保持好这些状态 然后不要再出现伤病 去把其他的比赛打完 然后觉得继续延续我们这阶段比较好的地方 然后在不足的地方及时去解决